尽管处于战时状态,但基辅仍然按照惯常的节奏生活和运作,城市的所有基础设施都在运行公共交通公园餐馆电影院和展览,所有这些对居民和首都的访客都是开放和可获得的。 然而,尽管如此,我们不能忽视由于战时状态而引入的一些限制。 宵禁从午夜到早上5点生效,在此期间,城市的步行和交通都是禁止的。 有时,城市可能会受到空袭的威胁,但不用担心,无论您身在何处,总会有一个避难所,在那里您可以安全度过警报时刻。 对这些避难所的进入不会被关闭,您始终可以在宵禁时段到达那里。 BioTaxCon也以正常的节奏继续工作。 我们进行胚胎移植和卵子采集,接待待孕母亲和卵子捐赠者,每天都推出新的计划。 在乌克兰的战时期间,BioTaxCon已经诞生了800多个婴儿。